我们今天跟各位谈一下这个阵列 那阵列的英文叫做array array基本上是一组相同形态的连续变数 然后他们是使用了同一个变数名称 然后另外用一个所以值来指定说 你现在是使用了第几个变数 所以阵列的特性就是 第一个它一定是相同形态 第二个它用同一个变数 第三个呢 你要去看因为它可以指到很多个变数 所以有一个索引值来指定 你现在是在用哪个变数 OK那么我们看一下阵列的宣告方式 阵列的宣告的语法基本上就是 资料形态然后变数名称 那接下来呢有一个就是这个通过号 通过号里面呢放这个 有多少个这个变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几个范例 第一个呢我们宣告int naar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多这个中国号 然后5的话它就是一般的变数宣告 那么如果我们多这个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阵列 它的意思是说我有这个五个连续的整数 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这一个呢这一群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阵列 然后它的这个阵列名称呢就称之为naar 然后char 然后char 则这个位元 这个是对不起这个是位元组 对不起这个是位元组 位元组 好 那么阵列的大小怎么来看呢 我们可以用size of 用size of 比方说这个整个阵列所占据的记忆体呢 你可以用size of 然后这个阵列的名称 然后它的每一个元素所占的记忆体呢 你可以用size of 然后它的第0个 阵列是从0开始数嘛 所以你可以说它是第0个这个元素 OK 那阵列呢一共有多少元素呢 你就把它全部 这个阵列全部的这个所占的记忆体 去除以一个元素所占的记忆体 一除的话就得到这个阵列的元素个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example 我们宣告了这个character 它有这个5个 然后integer呢有10个 wrote呢有15个 double呢有20个 然后它的名称分别是caar naar faar daar 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看 这一个阵列 这个size of 就是看这个阵列的大小 看这个阵列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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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呢去看 这个阵列的元素有多少个 就是把这个整个阵列的大小 去除以 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阵列元素 正列第一个元素 它所占的这个记忆体大小 OK 那我们稍微做一下执行 好 那我们看一下 caar 它刚好是5 因为character呢 它每一个元素 只占一个byte 所以1乘5 然后naar 是40 为什么呢 因为integer占4个 4乘以4乘以4乘 那么float呢 这个faar是60 那就是4乘以15 因为float占4个 那最后这个double呢 占了 一个元素占了8个 所以除以 乘以这个20 乘以8 就等于160 好 那 看它一共有多少个 这个element 从宣告上 我们知道 caar 是5个 naar 是10个 faar 是15个 baar 是20个 那算出来的结果呢 也是一样 50 15 20 原因是因为这个是 这个地方是5 5 去除以1 所以得到5 然后呢 这个是40 40 40去除以4 这个是4 所以得到的是10 然后faar 是60 然后 这个每一个元素是4 所以除出来是15 ok 然后dar 是160 每一个元素18 所以除出来是20 好 所以 我想 透过这个例子 大家就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 元素的这个 正列元素的个数 应该怎么去算 还有这个正列大小应该怎么样去 用指令把它找出来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 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正列的初始化 变数的初始化就是宣告之后后面定它等于某一个数 那么正列的初始化呢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当我们宣告这个一个正列 还有它的大小之后呢 如果你没有去初始化的话 你去印它 那么它会出现这样的 是一个负的很大的 代表什么 代表里面的数字非常的混乱 那么 如果说你在宣告它的同时呢 一定它等于1 那因为这是正列 所以你要用一个大括号把它刮起来 如果你定它等于1的话 那么 第一个会排1 另外四个呢 它会塞0 那这个也一样 这个正列大小是5 然后呢 你给它初始值123的话 那么前面三个有指定的就是123 没有指定的就是0 OK 然后 再来看一下 这个NAAR4 那 这里没有给正列有多少个 但是在初始化的时候 你给它5个指 那么这个正列呢 它生出来就是 它的大小就是5个 它的大小就是5个 然后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 如果你没有给它一个数字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起始值 配置 所以各位看一下 这一个 AR3跟AR5 AR3的话 它就是5个 然后 前面 是给123 后面 另外两个呢 補0 那如果说你没有 强制宣告说它的 这个大小有多少个的话 那么它就配置3个给它 好 如果你是character的话呢 一样好用一个大括号 但是呢 character就需要用单引号 所以 它出来的 也就是abcd 然后 如果你是double的话呢 那 你出来的数字 就是1.0 2.0 3.0 4.0 5.0 OK 虽然你在这边看起来是给它整数 但是因为它是double 所以 最后呢 它会自动帮它 補上这个.0 把它变成这个所谓的 这个 符列出的形态 好 那么我们如何使用正列呢 正列的所谓的索引 它的index 从0开始 好 所以 naar 是一个正列的这个名称 那么它第一个元素 如果你要去找第一个元素的话 它就是0 OK 是0 那么如果你要列一个正列的时候呢 你要用一个for loop 用一个for loop 比方说 我们的naar 大小是5 所以你要从0 跑到4 然后把它印出来 OK 这个i呢 看从0开始一直到 0 1 2 3 4 把这个东西印出来 有5个的话它的所有因子 是从0到4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三色之二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个naar 如果有5个的话 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去print它 我先把它执行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好 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列印出来的是naar1 那么 各位看一下 这个出来的都是一个 负的很大的值 这代表它没有被初始化 里面的值是杂乱 然后 第二个呢 它宣告它的大小是5 然后 给它的初始值是1 所以它在第一个元素是1 其他都是0 所以印出来的结果 这个naar2 印出来的结果是1000 再来naar3 它给了三个初始值 所以它印出来的结果是12300 我们再看 naar4 naar4 它给了五个值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大小是5的一个正列 所以它印出来是15342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naar5 它是123 123 那 为什么它会印出这个123 然后 另外两个是 这个 没有被初始化的值呢 这我们刚刚有讲过 如果这里给三个的话呢 它其实它的大小只有3 那 那 你当你在列印它的时候 像这里 在列印它的时候 它已经超出它正列的范围 好 那 可是呢 这个正列它其实在加1的时候 它会跑到下一个 那个 记忆体的位置 它没有被初始化 所以它就会变成 负等 85 899 36 这是没有被初始化的 这个记忆体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character character的话 我们给五个 所以它印出来呢 是 abcd ok 那 我们在列印字元的话 用percent c 好 percent c 那最后一个double呢 最后一个double呢 我们就 它的大小是五个 然后给了五个初始值 所以它能够 把五个 这个五个的正列的值都把它印出来 ok 好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结果 那 我们来看一下正列怎么做初始化呢 除了说在宣告的同时 给它一个 用一个大括号 给它一些初始值之外 另外呢 你可以用一个for loop 用一个回圈 然后 慢慢的塞连给它 塞连给它 但是这样做呢 其实 倒不如你用一行指令就可以了 就是直接int na a r c 然后 令它 全部的字都等于0 ok 上面的这一行指令呢 上面的这一些指令呢 跟底下这一行指令呢 它的 这个 意义是一模一样的 这两个指令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个指令就是说 你宣告一个大小是始的正列 那同时也对它做了初始化 那 每一个初始化的指令都是给0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看怎么样去输入一个正列 好 怎么样去输入一个正列 好 如果是 这个 一个整数的正列的话呢 那 我们就用一个for loop 然后 用scanf ok 那scanf 如果因为你要输入整数 所以你用这个百分比d %d 那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记得scanf的话 我们在一个变数前面要加一个end 这个end 代表是这个变数的位置 所以呢 我现在要在di一个元素 它的位置 就是我把这个读进来的东西放到di一个正列 它的位置 di一个正列 这个 证列的di一个元素它的位置 di一个元素它的位置 所以 就nari 这是di一个元素 然后你把它挂号起来 前面再用一个end 这样就是di一个正列 证列的di一个元素它的这个位置 把它存到里面去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这个完成把这个你要的资料塞到里面去 ok 然后接下来呢 再把这个东西print的出来 好 那么如果你是character的话 character的话 那么一样 就是 这个character我们是这个ca caar 它的变数名称是caari 所以呢 我就caari 这一样是caar的di的元素 它的位置 ok 把scan进来的东西塞到这个位置 那特别注意一下 啊 我们这个percent c前面呢 最好控一个 有一个控格 ok 这个scan f percent c前面要有一个控格 这是为了预防说 我们在输入这个 这个character的时候呢 我们都 偶尔会这个 就是加个enter啦 或加个这个 这个 这个 空白键 那 你 这个 前面有空白percent c的话 它就会忽略掉那些空白键 跟这个所谓的ent按键 好 那你在 讀这个字元进来的时候 比较不会出问题 ok 那如果你是double的话 double的话呢 记得 是用lf 如果是float 用这个percent f 如果是double的话 用这个lf 用lf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刚刚所讲的东西 好 我现在宣告三个变数 三个正列 宣告三个正列 好 然后 然后 这一个是 讀 这个 十个整数进来 所以是 percent d scan f percent d 然后 特别注意一下 是 第i个元素 然后 括号起来 前面再加一个n 括号就是 第i个元素 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 其他依此类推 所以 我现在输入十个整数 7 8 9 10 它就把 这十个整数 列印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 输入 这也是十个 好 刚刚出了一些trouble 所以我把它修好了 那么 你输入了这十个carat 它也会列印出这十个carat 好 接下来呢 我输入 十个double 最后它也会列印出十个double给你 OK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 如果你要 这个 计算一个正列的总和的时候呢 基本上 非常简单 你宣告一个sum 然后定这个sum等于0 然后跑一个for loop 然后把这个 每一个元素呢 比方说 i从你开始 就是把第0个元素 加到sum里面去 然后 第1个元素 第2个元素 纷纷地加到sum里面去 最后把它 这个变数把它 做扑来 那如果说呢 你要求正列的最大值 一个正列的最大值 你就把 你就先告一个变数叫max 然后把这个 第1个 就是0 第0个元素 把它塞到max里面 然后 接下来呢 这里i是从1开始 因为我要从这个 i等于1跟0 去比较一下 因为 你已经把第0个呢 当成是你的max了 所以 你只要去比对这一个 就是如果呢 max呢 如果这个 这个 naari 就是这个元素呢 大于max 那么 你就把这个元素呢 存到max里面 只要大了 就把那个值 把它存到max里面 所以最后max呢 它 这个变数里面 所存的东西 最后就是 这整个正列的最大值 ok 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范例 就是 如果我输入的是 8159371624 那么 这个 大小 这个 整数的 这个 它的大小是 8159371624 然后 它的总和是55 它的最大值 是10 ok 那么 这个程式呢 是在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行呢 这是宣告一个 正列 然后 我们宣告了 这个sum 跟max 然后这一行是 是把这个 指呢 读到正列里面去 然后这一行是把这个正列里面的内容 把它读出来 那 这些呢 是用来做这个正列的这个总和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用来计算这个正列的最大值 我简单的 我简单的 如果想要10个的话 假设是 13 75 11 6 100 9 24 6 8 8 2 ok 这个把它加总起来是152 它最大值是100 可以自己加总一下 再加起来是152 大家可以确认一下